上個週末是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去世後的週年祭日 可能因為萬聖節前上海人民的變裝狂歡 和當局的針對性控制 李克強的週年祭似乎都被公眾遺忘了 當然中國官方並沒有遺忘 反而採取了幾乎所有措施 嚴防他的週年祭日演變成可能的大規模紀念和抗議 其中也包括刻意壓制所有相關紀念消息 似乎有意抹去李克強的痕跡 在10月26至27日的週末 官方沒有發布任何公開紀念文字 在社交媒體上自發出現的少數文章 也都被嚴格限制轉發 同樣在這個紀念日前後 北京和上海多間高校教職員被要求全員上綱 嚴防校園有任何異動 北京以長安街和北三環為重點 全線戒備 到處都是比平時多幾倍的警察、附警和便衣 較每年6月3日到4日天安門屠殺紀念日前後的安保 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一位中共曾經的第二號領導人來說 身後第二年就遭受到這樣的待遇 不能夠不說是一種悲劇 至少在中國的儒家傳統倫理看來是偉大不敬 不過在政治倫理敗壞之外 李克強的悲劇無寧代表著中國改革的悲劇 他的總理生涯、去世和深厚都更似是這場悲劇性改革事業的一個犧牲 以他的政治生涯來說 作為文革後新三界法律專業北大學生 和隨後的北大團委書記 李克強有著完整從法學本科到經濟學博士的教育背景 先後視從工場稅和麗以寧 含清文革後新三界大學生的精英 可以說他從上北大開始 就進入了胡耀邦主導的團系培養管道 代表了鄧小平時代幹部年輕化、專業化的選拔方向 甚至亦都跟胡錦濤等人並列入中共最高領導人候選人 但是2012年中共政治發生了轉變 李克強被迫充當一位文革時期工農兵學員總書記的副手 無論他的十年總理任期內怎樣屈屈寡歡 至少在黨內 他不單止無力堅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路線 無力阻止中共幹部體系的退變 亦都無力捍衛中共的集體領導體制 而被一人遷取 眼見中共的改革開放一步步走向終結 而他個人 連同整個改革開放以來唯一的內部新生派系 整個團派的政治力量 如同中共二十大上胡錦濤被帶來會場 亦都隨著改革路線的終結而提前結束了 非常窩囊地離開人勢 因為幹部競爭 某種意義上消耗著中共內部最多資源 是中共體制的核心 既是中共革命成功所在 即是年齡主義的革命幹部路線 亦是中共1979年有限改革開始以來最重要的改革 更是所謂前後三十年最不一致的地方 同時還是阻礙中共開放黨內競爭 開放黨禁 擁抱民主轉型的關鍵 若果說 李克強的最後十年所代表的改革路線 是專業幹部和紅色貴族的共治 亦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終結時刻的過渡 這一切都在李克強去世之後就結束了 中共彷彿回到一個既非毛時代又非鄧時代 反而更接近晚清帝王專制下的混亂 這個當然是鄧小平有限改革路線自身 所包含的內在樽頸 而在李克強和他團派同事身上 我們同樣能夠看到這種局限 這種局限一次次在胡耀邦的命運 1989年對學運的曖昧 胡錦濤時代的保守和維穩等等關鍵時刻 關鍵政策對關鍵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拒絕的選擇上體現出來 一次次錯過和拒絕擁抱民主轉型的機會 最終走向了今日中國的命運 亦都注定了李克強身後的命運 無法作為一個改革的活化石 前後30年不一致的見證者 在反改革的時代裏繼續生存下去 當他選擇了和一個拒絕開放黨內 黨制競爭的競爭對手共治的開始 他的政治生命和肉體就都選擇了死亡 他的悲劇正是中國改革的悲劇 一個選擇經濟改革 而在政治改革面前辭除不前的悲劇性路線 最終葬送了所有的改革者 這個說他就是李克強在周年祭日當中 帶中無限遠色 卻又難以再說些什麼的原因 以上是林飛的評論 多謝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宋志健 華麓 柳智 二 二 一